今天的国会重点聚焦在内政委员会 针对中国渔船在金门海域颁布的意外 邀请了海委会陆委会等相关部会 来到立法院进行废语 我们来听稍早海委会主委管毕临的专案报告 过三分钟我就用最重要的一个报告 来跟各位报告 所有的沟通我仅声明 第一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自事发之日起以及进行后续的协商 我们始终坚持事故真相 必须与我国体制交由独立公正与客观的司法机关完成调查 未来也会依照调查的结果厘清责任 绝对恶望恶重 第二我们期待优先照顾家属人道关怀 我方愿意在事故真相调查公布前 优先给予家属最诚挚的关怀与实质的慰问 展现我方妥善处理本案的最大诚意 在司法机关尚未完成调查以前 海巡署针对未进行搜证的录影 以至事发经过无法在第一时间呈现 除了造成家属未能及时了解真相 深受煎熬等等 除了我们在许副署长的公开的记者会向社会道歉 本期也指派了海巡署长在家属的上乡 针对中国渔船在新闻海域反复的进行的专案报告 但是今天的专报其实针对专报的名称 高丁素美委员他们招委所排定的名称 被海委会主委他们是单方面反对 他们不同意这个专报的名称 是用壮船事件来命令 因此海委会他单方面改更改了专报的名称 也被在野党立委指引说是不尊重委会 并且说今天的赵伟高丁素美也在脸书上发表了 管主委所传给他的一封简讯 当中有提到说海委会当中原住民的一些声签 被指引说难道管委员是想用原住民的声签 来交换今天的专报吗 对此管委员管主委稍早的时候受访说 驳斥这个说法认为说这根本是不合理的 而目前其实管主委他现在正在内政委员会 针对相关的疫情接受金的专报来接受 在野党跟立委的质询